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季秋之月 尼泊尔百花盛开 我应班达里总统女士盛情邀请 如约来到了尼泊尔 这是我第一次到访光荣之城家的满都 见到了许多老友 心朋 无论尼泊尔正通人和 人民安居乐业 内心充盈喜悦 满怀期待 sfred gurid span 我们不义得最终很介绍 我们在目的大使御 有钱人都要求 我们本身就会认为 我们在迷连说 这几年 las说 这几年都要看着这个 我们不离碍 喝水 我必须不在意 我们很感兴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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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 伙伴关系 我还期待 我还期待构建两国更加便捷的联通网络 我们将启动中尼跨境铁路可行性研究 积极考虑将在长期保通基础上分阶段升级阿尼戈公路 积极考虑推进基隆至加德满都沿线隧道项目 开通更多口岸 构建跨西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帮助尼泊尔实现陆索国到陆联国的梦想 积极考虑推进基隆地互通网络 我还期待 夯实两国更加牢固的民意基础 我们正积极推动尼泊尔灾后重建项目落实 我们愿意2020尼泊尔旅游年为契机 鼓励更多中国游客来尼泊尔 我们愿加大对教育和文化合作领域投入 增进民心相通 我们愿支持两国更多省市街友 让两国友好的种子落地生根 我们愿意2020年 我们愿意2020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佛教的发源地是尼泊尔和印度 但是它经过几千年 现在佛教已经变成中国本土化的宗教了 但是对于尼泊尔仍然是被中国的一些佛教徒 视为是佛教的圣地 我相信今后到尼泊尔来旅游的人员 来这里进行这种宗教交流的人员会越来越多 我相信这种宗教的宗教的宗教 我还期待开展两国更加丰富的多边合作 当前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霸凌主义盛行 我们要共同支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 中方理解尼泊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关切 支持尼泊尔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合理诉求 愿同尼泊尔一道 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 守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 特别是世界第三集 喜马拉雅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很高兴 我刚才所提到的期待 都已经与尼泊尔的领导 形成了共识 我这次的访问 同尼泊尔领导人 汇救了中尼关系的新蓝图 我明天还要和奥利总理 进一步就我们双鸣关系 就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交换意见 我常说一张蓝图要汇到底 中国的自身的国家建设事业 就是这么做的 刚刚庆祝完70年国庆 我们又在进行着两个100年奋斗 第一个100年即将在明年实现达标 第二个100年还有30年的奋斗历程 但是我们的奋斗的路径 奋斗的方向 都已经制定了 我们就是落实贯彻 到底 让我们携手努力 共同书写 两国关系 新的未来 新的未来 而我们把这个做到的 我们都给做这个 我们都没有做到 我们的朋友们 都没有做到 我们都想做得到 我们都做得到 我们都要做得到 但是我们都要做到 现在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 为尼泵凡昌盛人民幸福 为中尼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为班达里总统和在座的各位朋友的健康 尼泵里请尼达伊巴伊 请尼泵尼泵里金达巴特干杯 请尼泵尼泵凡 PUSTA PUSTAGUMITRADAGALAGI RASHTABANI PITYATEWEBANDARI LAGAYET YAHO UBSTIT HUNUNPHAEGA SWEIKO SUSASTIAGALAGI CHEERS